我们持续关注金华城岸 在北柬这边的目前最新进度 在陈佩琪离开之后 那个稍早11点多的时候 这个彭震生还有他的太太 是已经陆续抵达了北柬 当时可以看到 他是坐着这个银色的乡型车 两个人是坐在同一台车内 这台就是这个廉政署的座车 在结束询问的时候 他们是已经把人送往了台北地间署 可以看到穿着粉红色 外套的这名女子 她其实就是彭震生的太太 也是这一次这个约谈的第四位 她是以证人的身份被约谈 那么在后面戴着红色帽子 穿着橘色外套的 就是前副市长彭震生了 两个人在进去这个台北电署的时候 是被大批的媒体包围 但是面对任何的询问 他们是完全不发抑郁的 直接走了进去 由这个廉政署的人员 是护送进到了台北地间署 不过其实这个前副市长彭震生 她之前也曾经被约谈过一次 时间是在8月12的时候 当时是贪污之罪条例 没有压只有限制出境出海 那么直到27号 她去这个市议会的调查小组 说这一切其实全部都是 柯文哲所交办的 也要全部推给柯文哲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 第二次又要搜索她一次呢 有外界怀疑 有没有可能是 她的其他人的证词 与她当时来到这个北检 她的证词有出入 可能是应小微 还有沈庆金的说法是对不起来 所以要来重新请她找过来 这个地方再来问一次 把实话全部讲清楚 不过其实这次约谈 也把第四个人证实 已经身份曝光 就是她的妻子 名字是谢姓妻子 但是可以看到 她其实就是彭震生的太太 下午的时候就已经低调的 抵达这个廉政署 那么这次是以证人的身份询问 在询问之后呢 是在晚间十一点多 与彭震生是一起抵达了 这个台北地坚树 稍后呢也会再继续进行询问 不过呢再晚一点 恐怕这个柯文哲 也会陆续来到这个现场 我们将会持续为您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